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小貓 那我們今天 又要來吃辣了好不好 我們又要來自虐一下 今天我們要來拍這個 我們平常 就是沒有什麼題材 就只有特別會拍的一個東西 就是吃泡麵 那我記得我在上一次這個 極地麻辣湯麵 就是把那個 紅磷辣的內容 裡面的那個麵 那部影片裡面有 麻煩大家 如果有發現什麼 非常辣的泡麵啊 之類的 那麻煩一定要推薦給我 因為我最近 已經 慢慢找不到這種很辣的泡麵 所以 我想麻煩大家 請求大家的力量 幫我尋找一下 那果然沒多久 馬上就有網友密我了 他說最近 日本有個泡麵品牌 推出了一個 很辣的泡麵 地獄機芯 不過我看了一下那個泡麵 就是在市面上 以台灣來講的話 其實 還蠻難買的 蠻難取得的 而且聽說有一些管道 是要一次買一整箱 好不好 一次買一整箱 像這種 辣的讓你痛不欲生的東西 我們一般來說 一死一死一下 吃個一碗 吃個一口就好了 那你要問我買一整箱 豈不是要自我於死的地嗎 所以我覺得 嗯 不油不油 我就找了一下 終於在這個 Amazon上面 又找到了這個購買的管道 但是 到今天 都還沒有出貨嗎 反正都還沒有送到我家就對了 那我就想了一下 不行 我在這個大貨之前 我還是要再找一個泡麵來吃吃看 果不其他還真讓我找到了一款 而且還是跟它同一個品牌的 就是這個 基辛MATS MATS 那其實這個牌子的泡麵啊 我之前有拍過 之前不是有一個泡麵很有名 就是 什麼超達聖 超達分量 也是用這種 保麗龍的盒子 然後 這種形狀 長方形的形狀裝的 不過我那時候吃的應該是這個的 兩倍大 它有比我那個兩倍大再兩倍大的 然後四倍大的那一種 那個我當時在這個 日本的湯雞喝的裡面買的 我沒有看到最大的那個尺寸 就只有買那個 超達聖 超達聖的那個尺寸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同一個品牌 然後推出的產品 這個產品應該推出了有一兩年的吧 對 其實過去有蠻多YouTuber在拍的 我有稍微看一下 他們吃的這個心得就是 它辣的衝勁 好像是 馬上衝上來 不會是給你那種慢慢的後勁 不會 它就馬上衝上來那一種 所以 就讓我有點聯想起這個 18勁的這個泡麵 而且傳說中還有人 你願餓死了不要吃這個東西 所以 它的等級呢 我預估吧 應該還好吧 我覺得它最多的等級 就在三兩兩倍辣的差不多的程度吧 那我預估啦 啊 不過我們等一下馬上來吃吃看就知道了 這種辣泡麵 每次都要把這個 泡麵做成黑色的啊 然後就用這個紅色的字型有沒有 就是裡面搞得好像撞屍體的樣子 欸有點恐怖啊 不過有時候啦 它那個泡麵做得很屌 但裡面其實沒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驗證一下 這個到底是不是那麽辣 那不過這個應該是 進入地獄大門的 第一道門 進入地獄大門的入口 我們下一次這個 從Amazon到貨的這個泡麵 它是地獄基辛 地獄基辛 那個可能就是18層地獄了 不過 我們現在不管這麼多 先來看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這個是 熟湯烤 這個死開應該就是 可以直接把湯倒入去了 然後我們從這邊把泡麵打開 那這邊我們看到有脫水蔬菜 這個醬就是我們今天的殺手啦 然後今天是10層 然後裡面的麵 然後就是這樣 差不多這樣 跟一般的泡麵一樣的陽春 OK那內容物就這樣 沒什麼好介紹 那我就直接去煮泡麵吧 GO OK 皆さん 我們的泡麵已經就緒啦 現在我們準備來打開這個晚餓的醬料 我記得我上次在吃 他們家的泡麵的時候 好像不是很喜歡他們家的味道對不對 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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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個麵就是有一股甜甜的味道嗎 YES! 不知道怎麼講人家代糖的味道 那個甜不像是 那種 你可以吃得很順口那種 濁糖的那種甜 它是代糖 感覺吃起來卡卡的那種感覺 他聞起來這個味道 跟之前一模一樣 Déjabu 這個有點想去舔手指 不過我們還是把 第一口留給 把麵拌起來的時候再嘗好不好 所以把麵趕快拌開 聞起來是一點都不辣啊 甜甜的味道 就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家的醬料做成這樣 我好像 吃過一些日式的產品 還是料理 好像有吃到過類似的味道 就這味道我 不是到非常喜歡 我眼睛都快有錄了 剛剛看到我的嘴巴扁他 不是我告訴你 他除了 口感 我不喜歡之外 後面黑色的地方是黑醋 整個是黑醋醬 就酸酸搭 對啊 我覺得味道不太搭 所以我個人比較不要 我也不喜歡 就是日本東西我覺得都不錯 可是當地燒我就比較 我就不點 所以看你們剛剛要點的時候 我會咬頭 所以我不要 還好還好我剛剛也沒有點 它又不像是那個 我之前吃那個 三養酥的那個綠色奶包 超難吃的那個 那個酸味它是不帶甜的 這個它是有帶甜的 好我先來吃第一口 聞著一點都不辣 你媽媽在逗我是不是 我告訴你它辣的程度大概在哪邊 在哪個label 它辣的程度大概是 我們以前那個威力出的 大乾麵地獄麻辣的東西 現在那個地獄麻辣是沒這麼辣的 但是 這個就是跟以前那個版本一樣辣 我不能說 它不辣 它在一般大眾的口味來說 這個絕對是打辣 但是完全沒有讓我 吃到一口就 好辣那種感覺完全不會 我連眼睛都懶得脫 不過它第一口現在到這邊 我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 因為它很熱 它非常熱 但是它殘留在嘴巴裡面的辣度 不管是舌頭 口腔還是到喉嚨這邊 完全沒有 對 我覺得吃下去第一口 蠻順的 而且它其實沒有到 我想像中那麼難吃 它其實還不錯 它沒有那個讓我覺得 很討厭的酸味 有可能是因為辣的關係吧 要不然就是它的醬料本身就是 有做一些改良之類的 我覺得上次在吃 他們家另外那個產品 超大盛的時候 不止不對我的胃口 而且它量還很多 所以我吃起來很痛 那這個的話我是覺得 量也不少啦 不像有一些泡麵它就是 碗大概長這樣 然後麵只有三分之一 它其實覆蓋率還滿高的 很充實啊這個麵 它這個辣給人一種十足的多熱感 其實還滿爽的 有人說它是 很快很快那個辣會直接沖上 我覺得還好 也就是說辣不如說是熱 我到目前吃下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感想 就這款泡麵 它雖然吃起來在口腔裡面的感受 不是到非常的辣 但是相較於一些 相同辣度的食品 它給人的那種熱感 造熱感是更多的 就它真的會讓我覺得 全身乏 但是又沒有到很辣 我是覺得它包裝作的太聳動了 它沒有到那種 夾著刀刮你舌頭的感覺 我吃一次真的會讓人出汗就對了 而且我覺得如果你們有興趣 想要買這碗麵的話 我可以滿有自信跟你們講說 這吃下去絕對不會胃痛 就它的辣的Level沒有到那個程度 我覺得這個東西當消費者 是一個十分不錯的產品 這碗吃起來我覺得 它味道真的還不錯 不會吃到後面就是會給你一些 很膩的感覺 我覺得滿適合冬天吃的 不過最近這個天氣也慢慢要轉 感覺 全天要走了 夏天要來了 所以趕快把這類型的這個辣泡麵 趕快排一排 不然我覺得我到夏天就沒有這個性質 這個也剩下錯一點 來把它扣掉 OK 水乾乾淨淨的 看吃完之後喝一點水 可以慢慢感受它 辣殘留在身體裡面的 那個感覺 現在喉嚨主要是這一塊 這一塊比較辣 它的後勁大概在這邊 就整體來說 我剛剛在吃的時候 一整個過程裡面 我都不會感受到非常不舒服 就被辣到喘不夠氣 或是不想講話這樣子 但是 在我吃完之後喝一杯水 那感覺就來了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我腦 我臉上有出一些汗 出一些汗 頭這邊都已經開始冒汗了 然後 有了一些鼻水 嘴巴有點腫 但是完全不會有胃痛的感覺 就是感覺胸腔啊 喉嚨這邊 有點熱熱的 然後 我們來給這個 麵做一個評價的話 我覺得它的味道可以給到 7分喔 就是 它滿順口的 讓我一整碗吃下去 不會到 很煩的感覺 很膩的感覺 我覺得就給過 然後辣度的話 當然我們就是一樣拿這個 大王麻辣乾麵做10分好了 這個辣度 5分 我憑辣度的等級大概是這樣 反正大王麻辣乾麵嘛 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辣度的這個分類的指標 好不好 再來可能所謂的小辣就是1分嘛 然後再來中辣3分 大辣5分 然後超級辣7分 地獄麻辣9分 大王麻辣10分好不好 我以後這個評定辣的標準就是這樣 所以這碗麵 大辣 OK 所以這一次有感覺踏入到地獄大門的入口嗎 我覺得沒有 這可能還在那個停車場的區域 還要走一段路才會到入口 你知道嗎 那我們下一次 這個 我三月多就下單了這個泡麵 到貨之後 我就要來鑑定看看這個東西 是不是真的有地獄麻辣的水準 有沒有到9分辣的水準 好的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解說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的影片按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進 report 下單了請 下單了